当年有到训练观家宜观市和台南新亚市的地区 学办的社区艺术节的卖接地高档 今年南市府文化教邀释到10周优秀的表演团体 主办17顿协议的华东 最后一顿8月31号到9月设计2天 在新亚文化中心来订阅 休息后多多乡亲来到6月 这个礼拜周末是我们的最后两场活动 然后就是邀请风神宝宝和龙剧团来新营的我们的广场 然后还有邀请半半市集在我们的绿川廊道这里 就是说希望可以让我们的西北地区的民众 在这个暑假的最后的这一个礼拜呢 把握这个时间来新营这里走走逛逛市集 那因为其实下午时间其实蛮炎热的 但是其实民众的热情不减啊 大概两三点就是太阳还很大的时候 就已经有民众来这边逛逛 然后很早就来站位置卡位置这样 这回文化教特别要插到地面的教团 风神宝宝儿童剧团 带来两条精彩演出 他们就前途教友和失望相关的议题 为这家庭早早就带孩子来卡位 准备来享受处备的喜酒 我们第一天带来的是 风神宝宝儿童剧团 我的风神宝宝与风神宝宝 那舞台上面有两个风神宝宝同时出现 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探讨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家里出现 另外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会有什么反应 那第二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地府历险记 地府历险记说的是牛魔王爸爸 他是过世了 所以我们想要探讨死亡的议题 但是是用非常幽默非常可爱的方式 介绍给我们的小朋友 先来报告中心表现 日本也是夏季艺术节 54段话题完本结束 每年夏季艺术节 总会卖着第十年 欢迎大小朋友 小舅每年再来同欢 那天下午的第一次 彩虹报道